我和陆黎结婚的第四年 终于怀孕了 拿着检查报告单的那一刻 我喜极而泣 从今天开始 终于不用再喝那些 让人恶心的中药 也不用日复一日的试管 打针 忌口 站在妇产科门口 我抚摸着平坦的小妇 迫不及待拨通了陆黎的电话 我们终于要有孩子了 终于 电话接通 未等我开口 再开会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陆黎的声音压得很低 带着些许不耐 我张了张嘴 话还没说出口 视线里忽然撞入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西装革履地站在不远处 她胸口那条暗紫的印花领带 还是我今早特地替她搭好的 这人是陆黎 她骗了我 我的胸口仿佛被尖刀刺穿 一跃的寒风瑟瑟往里灌 疼得我手脚发麻 所以 你是在妇产科开会 我看着陆黎那张淡默的脸上出现一抹慌乱 紧接着开始了四处张望 我知道 她在找我 也正是这个时候 林乔婉拿着检查报告单 走出医生办公室 自然而然地挽起了她的手 陆里仿佛触电一般 慌忙推开她 眼神继续警惕地看向四周 她和林乔婉同时出现在这里 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视线落在 那个女人的小腹上 我记不清楚我是怎么冲到她们面前的 又是怎么抓着林乔婉的头发 狠狠撞她小腹 顾家 你够了 随着陆黎一声怒吼 我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硬生生地推开 砰 啊 等我反应过来 我已经倒在地板上 腰间传来一阵剧烈的疼 疼吗 我带你去外科看看 我疼得冒汗 抬头却看到 她正关切地看着林乔婉 她不是在问我 我没事 你还是先看看顾家姐姐吧 林乔婉楚楚可怜地摇头 却故意将受伤的额头微微抬起 果然 陆黎看到她的伤口后 眼神着火一般死死盯着我 顾家 你最好祈求乔婉的头没有内伤 否则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小姐 你没事吧 周围有护士尖叫着朝我跑来 疼 像是有人用木棍嚼我子宫一般的疼 我在彻底失去知觉前 看到躲在陆黎身后的小男孩 怯生生生地拉着陆黎的衣角 爸爸 这个阿姨好吓人啊 陆黎的确让我付出了代价 我的孩子没了 我躺在医院的床上 头顶是白黄黄的墙 空气中是刺鼻的消毒水味 陆黎神色暗淡地推门进来 手里提着一个保温盒 护士说她守了一夜 一向爱干净的她 此时唇边已经长起了胡渣 看起来有些颓废 我妈炖了点鸡汤 我知道你可能没什么胃口 但多少喝一点 她把汤吹凉以后递给我 送到我唇边 我伸手直接推开 她碗里的汤撒了大半 陆黎眉眼微醋 似是想发怒 但又一副懒得计较的样子 重新盛了一碗 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打翻了 在陶瓷的破碎声中 我听见陆黎咬牙冲着我喊 顾家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你怀孕了 我只是想阻止你胡闹 你知不知道 你在大庭广众下胡闹 有多丢人 我歪头看向他 林乔婉又怀孕了 陆黎唇脚紧隐 没有 那你陪他来妇产科干什么 他不舒服 什么并不舒服 会来妇产科 陆黎是拿我当傻子哄吗 那 那个孩子呢 他叫你爸爸 你是他爸爸吗 陆黎侧过头 不让我看他的表情 身体却绷得很直 沉默长达一分钟 就在此时 他的手机铃声响起来 陆黎走到一边接起电话 声音压得很低 语气也格外温柔 没说几句 他就挂了 你现在身体很虚 不要再胡思乱想 我请了护工照顾你 病房也会升级到单人间 先好好养身体 陆黎的语气变了回来 冷静而又疏离 我听见他朝着门口走的脚步 没有一点停留 护士进来 给我换掉屏 我问 孩子是男孩 还是女孩呢 护士愣了片刻 像是才理解我的意思 是个女孩 十四周大小 很可爱 谢谢 我把头埋进被窝 拿出手机切换小号 点开了婆婆的朋友圈 看到婆婆的朋友圈 我疼得喘不上气 我抚摸着小腹 明明就在一天前 他还安安稳稳地在我肚子里 我蜷缩起身子 泪水不受控制地跑出来 怪我 怪我 没有保护好他 明明 他是我在普陀山三拜九寇 跪上千个台阶 才求来的孩子 我在佛前曾承诺过 只要他肯来 我便爱他 宠他一辈子 只要他肯来 我在医院住了一周 期间陆离没再露面 从头到尾 只有他请的护工照顾我 出院那天 我接到了陆离合作伙伴 李光宇的电话 嫂子 这个周末有场聚会 陆哥说你有事来不了 咱们几家好不容易抽空聚聚 可不能就差你一个 别的是 你就往后推一推 跟陆哥一起来呀 陆离是怕我刚流产 不方便吧 哪怕这些天 他没露面 早晚的问候 比上坟都准时 这几天 他给我发的信息加起来 竟比过去一年都多 他可能真的有点愧疚的吧 能去 你把时间地址发给我 我一定去 那真是太好了 我马上发给你 宴会定在市里的五星级酒店 这些年陆离的生意越做越大 这样的场合 每月都有几次 但他已经很久 没带我出席了 我打车到了酒店门口 宴会才刚刚开始 跟陆离交好的几个合作伙伴 都带了老婆出席 唯独陆离身边 空空荡荡 没有一个人 见我出现 他一贯淡漠的脸上浮起一丝紧张 你怎么来了 李光宇拍了拍他肩膀 陆哥 是我请嫂子来的 你这人也真是的 嫂子明明那么好说话 你还非说人家不愿意来 在我的印象中 李光宇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 但今晚 她身边站着的这个女人 也正是她结婚证上的那位 也果然如她所说 这几家都整整齐齐的 就差我一个 你身体不好 宴会好几个小时 你身体吃不消 陆离压低了声音 拉着我的手 就往门口走 就在此时 林乔婉就提着手提包 推开了包厢门 我和她四目相对 林乔婉的笑意 僵在了嘴角 空气中弥漫着尴尬 静得几乎可以听见 每个人的心跳声 我回头看向陆离 她怎么来了 陆离给了所有人 一个听来合理的解释 因为我生病要静养 她花钱雇林乔婉来走个过场 但这些常年游走在 名利场的男人们 又怎么会看不懂呢 只是为了不把事情闹大 大家装傻罢了 我没理会陆离 率先入座 宴会的所有餐位 都是定好的 我坐了 自然就没有林乔婉的位置 她尴尬地站在一边 手足无措 乔婉 你先走 陆离微侧着头 我用热毛巾擦了擦手 既然花了钱 就不能白花 林乔婉 你看不见赵总杯子里 美酒了吗 赵总此时眼睛瞪得滚圆 脸上写着 我靠 别戴上我呀 林乔婉咬着唇瓣 眼角发红 站在原地不动 陆总 这女人挺便宜的吧 一看就是没经过训练的 不过 你也挺贱的 找这么个女人 说话的是李光宇的老婆 何荣 她刚说完 众人很吸了一口气 陆离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李光宇一把钻紧她老婆手 示意她别乱说 何荣 像是才察觉到似的 急忙白首 陆总 我不是骂你贱 我是说 您花钱花得贱 哎呀 越说越错 您能懂吧 这是逼着陆离懂事呢 陆离好看的唇 抿得更紧 此时目光 更是阴致了几分 我笑笑 荣荣说的是 男人啊 不要花钱饭贱 说完 我没看陆离 反而扫了一眼林乔婉 愣着干嘛 在座的哪位 不是身价破亿的 你得罪得起吗 好好伺候着 陆离谋光 像是利剑一样射向我 她在警告我 别过火 能来高档包厢的服务员 也是个有眼力的 从善如流的 把酒交到了林乔婉手里 林乔婉硬着头皮 给赵总添了一杯酒 又识趣地给别人去倒酒 全程陆离都没阻止她 在林乔婉要给和荣倒酒时 和荣挪开酒杯把玩 意味深长道 也就是家家脾气好 我家这个拎不清的外边的猫猫狗狗 可不敢跳到我面前 你这话说的 我外来哪儿有猫猫狗狗 李光宇说完 意识到自己好像掉陷阱了 很仗义地开始给陆离开脱 这女人可跟我哥没半点关系 说完 她还对陆离几眉弄眼的 你说是吧 陆哥 众人的目光全部落在了陆离身上 陆离眉宇间依旧笼罩着一层寒气 此时她不置可否地恩了一声 和荣这才主动把酒杯递到林乔婉面前 这态度就好像 林乔婉真是这里的服务员似的 林乔婉垂下头 眼角泛红 气势上再没了之前的嚣张 等轮到林乔婉给我倒酒的时候 她的不满和委屈已经近乎飙到了顶点 她不敢反抗 又极其不情愿地给我倒了半杯红酒 我刚有站起身的动作 服务员就急忙帮我把凳子扯开 众人的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 我云淡风轻地举起酒杯 把红酒浇在了林乔婉头顶 她精致的发型被毁了 此时发丝紧紧贴着头皮 而红酒的液体顺着发丝流到了脸上 毁了她精致的妆容 此时 每个人的瞳孔中都倒映着她的狼狈 我无辜看向路里 哎呀 老公 我突然手抖了 林乔婉可能一辈子都没想过半杯红酒的量 竟然那么多 此时红酒也已经沾湿了白色连衣裙 她咬着唇 表情既狼狈 又委屈 又隐忍 顾家 陆离从尺间挤出我的名字 家家 你手抖肯定是身体还没恢复 得多休息 何容睁眼说瞎话 李光宇的瞎话更瞎 对对对 嫂子就是太辛苦了 陆哥得体谅体谅 我看向陆离 陆离看向我 她眸光里带着谴责 不满 甚至是厌恶 而她不知道 我眼里 此时的她正在和那个曾经的少年玻璃 那个跑无礼地给我买红薯 藏怀里抱回来红薯还是热乎的少年 和现在我瞳孔上的陆离 已经逐渐玻璃开了 宴会还没结束 林乔婉就被送走了 我撑到所有人散了场 才跟陆离一起走出酒店 深夜的街道只有寥寥几人 风吹得我不由裹紧了衣裳 也就是一瞬间 我感觉到一股力量抓住我的肩膀 将我死死摁在冰凉的墙壁上 顾家 今天晚上你心里够爽快了吧 她双眼飞红 似是压抑许久的愤怒 终于得到了释放 心疼了 我挑眉看向她 那刚刚怎么不说 在你那些合作伙伴 兄弟朋友面前 怎么不表达出你的 不满你的愤怒呢 陆离咬紧牙关 额头的青筋跳起 我继续输出 我来帮你回答 因为你也觉得丢人 陆离发狠一般捏住我的下巴 仿佛要把我的骨头生生捏碎 顾家 今天之前 我没后悔过娶你 所以 现在是后悔了吗 我目光直直地看着她 陆离 一个星期前 你妈妈给我做的汤 你知道是什么汤吗 陆离眉头拧起 猪蹄花生米汤 陆离像是反应了过来 后背一颤 松开了掐着我的手 我花生过敏 她是知道的 那碗汤 会要我半条命 她也是知道的 她不是忘记 我不能吃花生了 而是不在意那碗汤里 是不是有花生 她只是不在乎我了而已 在她出神的时候 我把手上的婚戒摘下来 放进了她裤兜 干哑着嗓子开口 陆离 在见我坐上车的时候 陆离还是站在寒风中 如同一座雕塑 我吩咐司机 开车吧 司机为难地 看了一眼 寒风中的陆离 夫人 可是陆总还没上车 不等等她吗 我吸了吸鼻子 开吧 我跟她已经不同路了 司机看我的神色不对 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按照吩咐 把我送回了 我和陆离的家 这栋别墅 是我跟她结婚时 公婆送的 装潢都是按照我的喜好来的 现代美式风 我曾经以为 我和陆离会在这个家相伴余生 而事实是 她归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很多时候 我都是一个人 吃保姆做的一大桌子菜 我收拾好了所有的行李 这些年 陆离给我买的首饰包包和衣服很多 多到七八个箱子都装不下 人都说 婷建夫七百事爱 但我和陆离之间从没有这样的困扰 我和他都出生于富贵家庭 门当户对 十九岁高中毕业后 我去芬兰留学 不小心弄丢了临时护照 使他捡到并且送到我入住的公寓 我们因此相识 读在一乡 两个到国外求学的人相见恨晚 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念书 一起准备毕业论文 一起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了遍 我们的感情很快得到了家里人的祝福 一路顺风顺水到了结婚 婚后 他越来越忙 我们也开始渐行渐远 夫人 陆总刚打电话回来 说是您在宴会上没吃多少 怕您饿了 让老夫人包了点汤送过来 保姆敲响了房门 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走了进来 跟那天在医院的食材一样 只是少了花生 陆离桓梅回家 怕是在忙着安抚林桥晚 到了吧 我叫了货拉拉 带着我所有的家当回了娘家 工人们忙着卸货 我先上了楼 我哥顾鸣看见我 立马拉着我去了他房间 你看 这些都是给我的小外甥买的 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我看着满屋子 还没拆包装的婴儿用品 鼻子一酸 当初检查出有宝宝了 我特意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了哥哥 那时 我是怀着什么情绪 打电话给陆离来着 真奇怪 明明才过了一周 我却像是觉得 过了一个世纪 也可能是外甥女呢 我努力控制 压下要涌起的泪 我哥拍了下头 对 哥哥口误 外甥女好啊 女孩好 到时候 我给咱家宝贝投资个游乐场 你怎么哭了 嗯 他靠近我 突然视线 落在我的下巴上 你受伤了 谁打的 我给你收拾他去 眼泪突然抑制不住 我哭着说 哥 我被家暴了 陆离这个狗东西 竟然敢打你 我哥的眼神 看起来像是要杀人 还有什么地方受伤了 没了 我去找他算账 我拉着要冲出去的顾名 哥 你找人帮我 你一份离婚协议 我要跟他离婚 离 必须离 这个龟孙子 我现在就去找他 我哥把陆离堵在公司停车场 打了半个小时 保安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晕了过去 肋骨断了三根 额头缝了五针 脸上和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轻伤 不过 我哥很聪明 动手的地方在监控死角 没留下任何证据 我拿着离婚协议 去医院见陆离时 陆离的妈和林乔婉都在 陆离头上包着纱布 右手打着石膏 林乔婉正在服侍他擦拭身子 不得不说 在这些事情上 林乔婉比我能干 是个做保姆的料 婆婆见我来了 从沙发上腾得一下站起来 顾家 你可真是长本事了呀 竟然顾兄打你老公 你还是个人吗 这件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要起诉你 我面无表情 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懒得施舍给他 这没你们什么事 我今天是来找你儿子的 婆婆气得浑身发抖 你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 我可是你婆婆 我轻傲一声 很快就不是了 婆婆脸色煞白 林乔婉正在搓洗毛巾的动作 也顿了一下 陆离伴靠着病床 脸色阴沉 妈 乔婉 你们先出去 婆婆逆了我一眼 语气温柔地拉起乔婉 走吧 乔婉 先跟阿姨出去 我看着他们亲密的背影 顿觉可笑 曾经婆婆不也是这样拉着我的手 温柔叫我家家吗 我倒很期待 她对林乔婉的和颜月色能保持多久 林乔婉和婆婆走后 我将手里的资料递给陆离 先看看吧 没问题就把字签了 陆离看着封面离婚协议书五个字 轻笑出声 顾家 你哥把我打成这样 我都没提离婚 你凭什么提 凭他 我举起手里的臂抄单 你亲手杀的 满意吗 陆离微微一颤 但很快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漠 十四周 顾家 你知不知道 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上 十四周根本算不上生命 你为了这样一张臂抄单 要跟我离婚 啪 我抬起手 一巴掌扇了过去 这一巴掌 我早就该扇了 在他推开我 导致我流产时 在他瞒着我带林乔婉去宴会时 在他出轨三年 还生了个野种时 这一巴掌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陆离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星红的双眼布满了血丝 想离婚是吧 好 我成全你 但是你别后悔 你以为你成了二婚 圈里还有人会娶你 我看谁丢得起这人 原来他是这么想的 难怪他才敢那么有恃无恐 他怕是觉得 我这辈子唯一的出路 就是跟他将就吧 在这一刻 他的形象和曾经的那个少年 彻底剥离开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我的心在疼 像是有人捏住了心脏一般 疼得强烈 可我也清醒地知道 我的疼 更多是对过去的缅怀 而不是对眼前这个男人的留恋 我情绪突然就平静了下来 签字吧 陆离却像是被我的平静彻底激怒了 顾家 这些年 你觉得我对你还不够好事吗 在这个圈子里 多的是风流运势 你以为何蓉的双胞胎 是他自己生的吗 还不是李光宇在外面生了之后 接回家让他养着的 我还没让你帮我养孩子呢 我疑惑地看着他 那个光风济月 鲜衣怒马的少年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变成了世俗里 平庸又普通的男人 他让我觉得恶心 让我觉得 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恶心至极 所以呢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 没把那个孩子带回来给我养 而是给了你妈 我拿出手机切换小号 将婆婆的朋友圈翻了出来 记录我家乖孙第一次吃辅食 带药药去种疫苗 今天也是勇敢的小药药 陪药药妈买个包 顶了好久的爱马仕 终于到了 小药药三周岁生日快乐 要永远健康成长哦 我一条又一条念着婆婆的朋友圈 每一条都是她和那个孩子的日常 这些年 我就如同一个傻子一样 被蒙在鼓里 每天吃着各种各样难以下咽的中药 身上多了无数的真恐 只为了早日给陆家生下一个孩子 在我因为试管失败 懊恼痛苦时 我的婆婆 我的老公 在为那个孩子 庆祝三周岁生日 陆黎握着 离婚协议书的手不断收紧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想了想 半年前吧 陆黎又笑了 以前能忍 那怎么现在突然忍不了了 我平静地看着她 眼底没有一丝波澜 因为我不爱你了 陆黎脸色骤然煞白 我看着她眼睛里的神采暗下 那份在我面前的高高在上和运筹帷幄 在这一刻分崩离析 原来 她伤害我的利剑 是我给的 也是我的爱给了她伤害我的底气 我看着她笑容僵在嘴角 眼底涌出的慌乱和不安 我甚至能感受到她的茫然 在我即将拉开房门的那一刻 我听见她沙哑而又颤抖的声音 她唤我 家家 我已经记不得 她多久没有这么叫过我了 我停下脚步 我给你一天时间 好好看完离婚协议 对协议有任何不满的地方 就联系我律师洽谈 希望下次再见面 我们是在民政局 我搬回家后 父母也得知了我跟陆离的事 那天晚上 客厅的烟灰缸多了几十只烟头 我不知道 我爸是以什么样的心情 站在落地窗前 也不知道他沉默着思考了多久 但是第二天 他跟着我妈一起来到我房间 帮我分析了离婚的利弊 让我一定要考虑清楚 我知道 离了婚以后 我的确可以远离纷争 开始新的生活 但也等于给林乔晚疼了位置 作为一个拥有失败婚姻的女人 我在这个圈子里会成为短暂的笑柄 会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甚至在我遇到下一段感情时 它都是我的污点 哪怕我不这么想 但世俗从不允许 可是 我不爱陆离了 我不要它了 哪怕我曾小心翼翼放在心肩上的感情 最终落在我身上的 只是世俗的耻辱 爸 妈 我想好了 这婚我必须离 我回到了家里的公司上班 进了市场部 部门里的同事都是些小年轻 我突然明白了我哥的用心良苦 林泽宇是所有同事里外貌最出众的那个 一米八五的个子 身上还有未退去的少年志气 家家姐 你好 我也是新来的 这是我请大家喝的咖啡 谢谢 我不能喝咖啡 我微笑婉拒 小产后 我的身体刚刚恢复 还需要再忌口一段时间 林泽宇文言 也没有半点失落 欣然拿起咖啡 那我给你换一杯热牛奶 我本以为他只是说着玩的 中午休息起来 就看见桌上多了一杯冒着阴晕的热牛奶 我突然想起 陆离年轻时 跑了五个街区 到公寓 来给我送红糖水 只因为我说了一句 肚子不舒服 他爱我的时候 真切具象 所以不爱的时候 也是真的 因为刚来 很多工作不熟悉 我家了几个小时班 一直到晚上八点才走 我走出公司的时候 身后传来林泽宇交集的声音 家家姐 你外套忘了 晚上降温很冷的 别着凉了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他就先一步 把外套披在了我身上 大抵是太久 没有接触过男性 我显得有些局促 他笑着解释 我看你提了东西 可能不方便穿 我顺着他视线 看见手上的饭盒 这是我哥担心 我吃外卖不健康 特地让保姆送来的 我和他相视一笑 谢谢 林泽宇的热情 总是点到为止 送完外套 就上楼继续加班了 我拿出手机准备打车 远远地就看见 陆离坐在轮椅上 脸色阴沉地看着我 我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朝另一边走 他奋力转动轮椅追上来 咬牙道 顾家 别告诉我你 跟我离了婚 就打算跟这个没实力 没背景的小年轻在一起 他有什么 他能给你几万的生活费 给你买上万的包 还是送你几千万的豪宅 我停下脚步 我们彼此彼此 林乔婉不一样 没有背景吗 你会娶她吗 陆离被我呛得脸黑 过了好一阵 她才平复了情绪 从手里拿出我留下的婚戒 这是容妈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 你是故意放到我口袋里的 我伸出素白的手指 骨节修长 没有任何手势 和你没有发现 你妈送来的汤里有花生一样 你也没发现 我手上早就没有这枚戒指了 我对你来说 就像是书柜里的收藏品 你只需要我待在那里 但你从不会过问我的需求 更不会关注我 陆离 承认吧 我在你心里 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所以不要摆出一副 我偷人的姿态 把离婚协议签了吧 再拖下去 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第二天一早 我接到了陆离的电话 民政局外等着排队离婚的夫妻 排了一条长龙 等了有一个小时 终于轮到我和陆离了 工作人员熟练地问了几个问题 随后把文件我和陆离签字 我拿起笔 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陆离抿着唇 紧紧地握着笔 迟迟没动作 我把签好字的文件 递给工作人员 侧头逆了他一眼 怎么还不签 陆离眼尾泛红 握着笔杆的手僵硬 顾佳 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好 陆离认真看我片刻 最终落下笔 签了字 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 我无比轻松 就好像压在自己心头的那块石头 终于落地 我不用患得患失 也不用守在空旷的别墨 期盼着他凌晨就会回家 更不用整日忧心 他什么时候会带着灵巧碗 来让我从家里滚出去 我终于放过了自己 办理好手终 办理好手续后 我就去国外出差了 这次合作的甲方爸爸有一个二十出头的混血儿 五官立体而精致 性格热烈而又张扬 并且他极其喜欢华夏文化 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很接地气的华夏名 林狗蛋 得知我来自华夏 在我签订合同回国那天 他突然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包 出现在我身边 姐姐 我想去华夏玩几天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导游 我能不愿意吗 金主的儿子 那就是金豆子 我给林狗蛋订了一周的总统套房 我哥得知情况后 直接批了我一周的假 让我好好招待他 我带着林狗蛋 去了周边好几个名胜古迹 五天后 他还全然没有半点累的迹象 我却只想回家睡大觉 姐姐 这几天辛苦你了 我带你去会所按个膜吧 我做过攻略 听说前面那家就很不错 我顺着林狗蛋指的方向看过去 后背一将 这个城市真是处处都是回忆 行 你想去咱们就去 我带着林狗蛋进店的时候 他还在侃侃而谈他所做的攻略 家家姐 听说这家店是老板给老板娘的结婚礼物 你看头顶 还有九十九颗星光灯 在室内就能欣赏到夜空的美景 你们华夏人是不是都这么浪漫 我抬头看向屋顶的星空 故作惊讶 还真是 林狗蛋心满意足 拿起相机 开始四处拍照 我本想先去前台开房间 远远的就听见几个女生的声音 乔婉姐 我今天可算是跟着你沾光了 我记得这个会所得办 CIP的卡才能预约的 得充不少钱吧 是啊 上次我打电话 人家就说不是CIP不给预约 要我自己来店里 林乔婉被几个女孩簇拥在中间 敏着唇笑 没你们说得那么神 只是预定包厢而已 说着 他拿出一张黑卡 上面印着烫金的星星图案 乔婉姐 你这张卡是不是那个 就是那个 最先看见卡面的女孩 惊讶地说不出话 我知道 我知道 据说 全世界就两张星星卡 一张在老板手里 另外一张在老板娘手里 天哪 乔婉姐 原来这个会所 是姐夫特地为你建的呀 吃了那么多瓜 没想到女主 就在我身边 哇 乔婉姐 你也太低调了 从来没跟我们提过 林乔婉 微微挑眉 优雅地将耳边的发丝 抚到耳后 语气娇俏 声线逾越 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是变相承认了 姐 听说这是当初老板 跟老板娘求婚的地方 这么说 您都偷偷地结婚了 一点都没看出来呀 林乔婉 眉宇间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尴尬 却被她压了下去 她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据说这里老板 是京城四少之一 长得特别帅 这也太幸福了 那群女孩 叽叽喳喳地笑起来 我和陆黎不是隐婚 但是我们都不是公众人物 在公众平台上 并没有我们的合照 我还是高看林乔婉了 我以为她能角落里 当三年的老鼠 就还能忍一段时间 却没想到 她这么快就出来作妖 还是坐到了我面前 我拿出手机 给经理打了个电话 很快 前台抱歉通知 林乔婉等人 请他们出去 跟林乔婉同行的几个小姐妹 一脸猛逼 质问道 你们真是瞎了眼啊 不认识乔婉姐呀 她可是你们的老板娘啊 你们看看 她拿着新卡呢 经理面无表情地 逆了一眼林乔婉 不认识 赶出去林乔婉面色涨红 怒斥道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顾客的 你知道我这张卡里 充了多少钱吗 一百万 陆离没教过你们 顾客就是上帝吗 你们现在得罪了我 等会儿 我要你们全部从这里滚蛋 我倒想看看 你能让谁滚蛋 我懒洋洋地走上前 靠着前台把玩着刚做的美甲 我哥你给陆离的离婚协议 几乎等同于 让陆离净身出户 从我们在一起后 陆离赚到的每一分钱 我期他三 我本以为他会跟律师周旋一段时间 没想到他最后倒是做了一回男人 很爽快地把这些财产都给了我 包括这间高级会所 林乔婉看到我 眼眸中闪过一抹慌张 然而很快他就镇定下来 他凑到我身边 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说 顾家 你真以为你还是陆太太 你只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 手下败将 我吃笑出声 再不滚 我要叫保安了 林乔婉冷冷地扯扯嘴角 得罪我 你可别后悔 说完 他掏出手机走到一边 表情柔弱又楚楚可怜 没一会儿 他走回来 挑眉看向我 我老公说他马上过来 顾家 你等着吧 如林乔婉所说 他打完电话后 十分钟不到 陆离就来了 这紧张程度 恨不得坐火箭飞过来似的 我记得以前跟陆离在一起的时候 我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解决 果然 男人骨子里就更喜欢被人依赖 陆离进门后 看了我一眼 静止走过来 他像是我们没离婚的时候 跟我汇报行程似的 看了我一眼说 柔柔额头解释道 正好在附近应酬 我未知一词 林乔婉带来的几个小姐妹 却开始怯怯思语 哇 姐夫好帅啊 乔婉姐可真是有福气 竟然找到这么帅 还这么有钱的老公 呜呜 真的太羡慕乔婉姐了 林乔婉眼里压不下笑意 却故作委屈地 拿起手中的新卡 晃了晃 你可算来了 他们要赶我出去 还说不认识我 陆离眸光骤然冷了下来 谁许你拿这张卡的 她的声线冰冷 吓得林乔婉一颤 她身旁的小姐妹们 更是呆滞在原地 不明所以 过了好一会儿 林乔婉红浊眼问 这张卡 我 我不能用吗 陆离唇抿了起来 你怎么拿到这张卡的 林乔婉委屈的唇都在颤 前两天 你说钱包的卡 随我用的 陆离一把抽走新卡 声音冷得吓人 给我滚 林乔婉不甘心 带着哭腔问道 为什么我不能用这张卡 我轻笑着走上前 伸手抓住陆离手中的卡片 因为这个会所 是我的 陆离没告诉你 这家会所 已经转到了我名下 说着 我用了些力抽新卡 却发现 陆离死死抓着新卡 并不打算松手 我眸光一沉 厌烦地看向她 如同她之前看我那样 家家 陆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声音微颤 我松开手 陆离 你要是管不好 你的小三 让她再跳我面前 那我就帮你管了 众人一整个吃到了惊天大瓜 眼神嫌弃地盯着林乔婉 林乔婉脸上挂不住 紧着唇绊看向陆离 期待她能够为自己说句话 陆离握着新卡的手将在半空 双唇紧紧敏 连看也没看她一眼 林乔婉乌呜一声 哭哭啼啼地跑了出去 林乔婉有些小姐妹追了出去 有几个小姐妹却被突然出现的灵狗蛋吸引了 她穿着黑色夹克 胸前挂着相机 激动得跑到我面前 家家姐 后院 后院那个石碑我之前看攻略 一直以为是经文 没想到是结婚誓言 这家店的老板是多爱老板娘啊 林狗蛋地手抓着我的手腕 对于她的新发现开心不已 陆离谋色一沉 她是谁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林狗蛋就率先一步伸出手 自我介绍道 嗨 我是林狗蛋 加拿大人 是顾家的男朋友 林狗蛋汉语并不精通 也分不清楚 男性朋友和男朋友的区别 陆离脸色阴得更沉 行 顾家你真行 我懒得理会她 见她不愿意交出手里的新卡 我转头对经理说道 废了这张新卡 从今天开始 任何人拿着这新卡来 都让她滚出去 陆离文言 脸色黑如锅底 顾家 你别太残忍 呵 我残忍吗 比起她让林乔婉 到我的地盘上来撒野 我已经算客气的了 陆离 是你脏了我们的回忆 陆离张了张嘴 似是想辩解 却被一旁的林狗蛋打断了 家家姐 我好累 你房间开好了没 我们去按摩 我跟你说 我的技术超赞 一定会让你很舒服 我大姐姐似摸了摸她的头 好 你的技术我放心 林狗蛋准备回国的前一天晚上 我哥叫上 我请他吃了顿饭 算是健行 第二天他上飞机前 还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发誓说 要回去努力学习华夏文化 争取早点到华夏来留学 我鼓励他加油 并表示 如果他真的考上了华夏的大学 到时候我还会来接他 林狗蛋走后 我又开始了普通的上班生活 这天午休 我突然接到了何荣的电话 他一开口就问我 家家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 我猛了 结什么婚啊 我脑子昏吗 刚从另一个泥潭里爬出来 就要掉入下一个深渊 更何况 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何荣听我吃惊的语气 也很是疑惑 你哥前几天不是发了个朋友圈 照片上你跟一个外国混血一起吃饭 他还配文说真般配 我们都以为你要结婚了 你还别说 那小年轻长得真俊 你偷偷吃这么好啊你 朋友圈 外国混血 我第一反应就是淋狗蛋 但这些天 我压根没刷到我哥的朋友圈呢 我猛地反应过来 抓起来林泽宇的手机 让他刷脸解锁 果然看见了我哥那条 点赞高达上百的朋友圈 我哥竟然发朋友圈屏蔽我 我被蒙在鼓里的这一周里 圈里人不仅知道 我已经离了婚 甚至还都以为我要再婚了 我提前撬班杀回家 准备问我哥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刚到楼下 就发现别墅门口 停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很是眼熟 我正想走近看看 路里就从角落里冲出来 一把拉住我的手 家家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是我不该这样对你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她的样子很狼狈 双眼不满血丝 胡子拉叉 身上带着酒气 我就这么静静看着她 心里没有半点波澜 她接着说道 我会把林乔婉和那个孩子送到国外 我保证 他们永远都不会回来 而且 而且我还有一件事 一直没有告诉你 她抓着我的手 试图用我冰冷的手掌 去抚摸她的脸颊 就像过去每次吵架 她哭着央求我原谅时一样 林乔婉的确怀了二胎 但是我让她打掉了 那天你在医院碰到我们 就是我陪她去做人留手术后的复查 佳佳 我自始至终就没有想过 要你跟你分开 你明白吗 不管我曾经做过什么 我最爱的人 始终都是 只有你 陆离 你真可恨 我甩开她的手 如同躲瘟疫一般 后退了好几步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为什么到了最后 都还要打破我对你残存的滤镜 我以为是的结束 是因为不爱了 可从没想过我爱过的 竟然是这样一个 没有原则和底线的男人 陆离颓然看向我 牟底一片破碎 佳佳 你骗我 我骗你什么 你说 你像是我书房里的收藏品 我不关心你 也不在乎你 今天把那些藏品 全都打碎了 我一点也不心疼 可是为什么 跟你离婚以后 我会这么难受 你告诉我为什么 她迷茫而又悲伤 像是一个 不会解答试卷的小学生 哭着要一个答案 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来 你喝醉了 回去吧 陆离摇头 佳佳 你是不是要结婚了 没有 我吃笑 你不是说离开你以后 圈内就没人看得起了我吗 陆离突然眼眸中 窜起一团愤怒的火焰 那些龟孙子 如果不是我们离婚 我竟不知道 有那么多的龟孙子 惦记着你 我以为我们结婚了 他们也该死心了 可这么多年了 他们凭什么 还惦记着你 陆离越说越激动 脖梗上青筋抱起 还有陈家墨那个混蛋 当年在我们婚礼上 他喝到未出血 老子以为他是为我高兴 没想到前两天 知道我们离婚 他就从国外飞回来了 他竟然跟我说 你是他白月光 以后你不是嫂子了 他就可以放心追你了 我记得陈家墨 当初我和陆离结婚的时候 他是陆离的伴郎 不过 我不记得 我跟他有什么交集 然而这些对我来说 都不重要了 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过 有一天陆离会后悔离开我 我总想着 只要他悔过 只要他愿意回头 我就可以不计前嫌地 跟他过一辈子 我可以受千万磨难 但我不能停止爱他 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 我却格外平静 陆离的道歉和悔过 我不稀罕了 陆离 我的价值从来不是靠吸引异性获得的 陆离 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 从我决定离婚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彻底放下了 我真的 不爱你了 不 不是这样的 你说谎 陆离近乎癫狂 他不顾我的反抗 将我抓进怀里 紧紧抱着我 你是爱我的 我们在乌斯别斯基教堂发过时 我们会永远真爱对方 永远不离不弃 他的声音沙哑 滴到了尘埃里 佳佳 求求你 再爱我一次 算我求求你了 我感受着他身体的颤抖 和那卑微到骨子里的祈求 不知道为什么 我拼命挣扎 却没挣扎开 此时 我没有心疼 只有一种说不清的可悲 我好像能深刻地体会到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陆离的手机铃声 成为了救命稻草 接连响了三遍 他都不肯放开我 接电话吧 可能有什么急事 陆离终于放开我 一脸不耐地接起电话 有什么事就快说 深夜的别墅区静得出奇 我听见陆离的电话里 传来林乔婉抽气的声音 陆离 我以为你有一丝丝在乎我 你别把我和孩子送到国外 他还那么小 他适应不了的 你回来 我们谈一谈 我们谈一谈好吗 你如果不回来 我就自杀 你回来看看我好吗 他竟然会想用死亡 来留住一个男人 陆离听见他要自杀 表现得比我还要冷漠 林乔婉 你少用这些手段来威胁我 你想死死远点 别把房子搞成凶宅 陆离 你还是去看看吧 我不同情林乔婉 他要死谁也拦不住 我只想赶紧只走陆离 没想到我的一句话 透过手机传到林乔婉的耳朵里 他立马就炸了 你是不是跟顾佳在一起的 你是不是后悔跟他离婚了 你要把我和孩子都送到国外去 是为了讨他欢心 陆离 你有没有心 陆离面色紧绷 很快 林乔婉又疯了似的开始央求 老公 你别不要我 别把我和孩子送走 我求求你了 我会乖乖的 不管你想做什么 我都不会说一句 这两个颠工颠婆 真是天生一对 趁着陆离发愣的功夫 我终于脱离苦海上了楼 失去孩子以后 我晚上睡得很不安稳 起夜时我透过窗户 看见陆离 还是站在别墅前的路灯下 路边洒了一地的烟头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陆离走了 我洗漱好出门上门 刚走出家门 林乔婉就似疯子一样 从角落冲了出来 顾佳 你放过我 你把陆离还给我好不好 你什么都有了 你有这么有钱的父母 有疼爱你的哥哥 还可以住这么好的别墅 可是我只有陆离 他的手上缠纱布 看来昨天那场自杀 也不全然是演戏 我淡漠地看了他一眼 我不是已经把他给你了吗 我离婚了呀 可是只要你还在这里一天 他就会持续不断地来找你 他还要把我和孩子送到国外去 顾佳 我不会外语 我要是去国外 我会过得很惨的 我不想离开陆离 我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我突然笑出声 我巴布的你惨 这个杀害我孩子的帮凶 你是故意的 一切都是你的计谋 顾佳你真有心计 其实你根本舍不得离婚吧 你不过是欲擒故纵 林乔婉 神色疯癫 庸人们阻止了他的靠近 我转身坐上 我哥特地给我安排的专车 从后视镜里 我看见林乔婉抱着受伤的手腕 狼狈不堪地跪在地上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水 陆离陆陆续续地 又来找过我好几次 为了不影响家里人 我搬了出去 我哥给我置办了一处两层楼的小洋房 请了个保姆照顾我的起居 这天我起床下楼 保姆突然迎上来跟我致歉 小姐 这位夫人非要冲进来 说是要见您 我拦都拦不住 我看像坐在沙发上的前婆婆 摇头示意保姆没事 让她先离开了 前婆婆比起之前销售了不少 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见我下来 她立马从沙发上站起来 小心翼翼地唤我 家家 我走到把台 给自己倒了杯咖啡 有事骂阿姨 前婆婆突然走向我 咚的一声 跪在了我面前 家家 我儿子现在每天郁郁寡欢 不肯跟人交流 不肯吃东西 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抱着你用过的东西 喃喃自语 我知道 千错万错 都是我们的错 可是陆黎要是再这样下去 她会死的 我求求你 看在你跟我儿子 夫妻一场的份上 你去看看她 帮我劝劝她吧 婆婆骄傲了一辈子 如今为了自己的儿子 跪在我这个前儿媳面前 我的内心 却还是没有半点触动 今天这一切 都是他们自己选的 我用咖啡勺搅了搅咖啡 阿姨 我跟你儿子已经离婚了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刚才你冲进我家里的时候 我就已经可以告你私闯民宅了 所以我不会去见你儿子 你可以出去了 家家 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宋客 婆婆最终被庸人请了出去 她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 每一个动作都无比艰难 我看着她孤独而又落寞的背影 才发现 我好像已经对过去的一切 彻底释怀了 我在家里的公司又待了半年后 就用这些年的积蓄 自己成立了一家设计公司 开业那天 林乔婉偷偷回国 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带着她那四岁半的儿子 到我的公司门口大闹一场 说是要吊死在这里 得知消息的陆离匆忙赶来 把林乔婉送进了精神病院 她才亲自上门跟我致歉 对不起 我不知道林乔婉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 她精神出了问题 我已经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那里管理严格 她以后不会再来 叨扰你了 比起一年前 她销售了太多 眼窝深陷 皮肤暗沉 再也没了当年的义气风发 明明 我和她离婚不过一年半的时间 孩子 我也送到了儿童心理健康医院 听说林乔婉把不如意全都加注在了儿子身上 害她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 突然 她又抓住我的手 眼神里亮起了星光 家家 我看你之前的日记 上面写着 我们在芬兰圣诞老人村看星星时 我答应过以后 一定要给你送一颗行星 以你名字命名的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不记得了 我记得 陆离目光灼灼 家家 我会实现这个承诺 一定会的 只是买下一颗行星 需要两百亿 我还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你等等我 我一定会做到的 我不会再食言了 我摇摇头 陆离 没必要的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别 别拒绝我 求你别拒绝我 她的声音哑下来 眼眸中的光 仿佛随时可以掐灭一般 我想到半年多以前 她妈找到 我跟我讲述她的状态 说她是靠着那本日记里的东西挺过来的 此后 陆离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但每个月 我的账户里都会收到一笔钱 一开始我以为是公司的分红 没在意 可当我账上的钱到了快要一百亿的时候 我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查询了来款账户 我发现正是陆离的账号 算了吧 就当她在我这儿存钱吧 我没有联系她 取消了那张卡的短信提醒 也不再过问她又打了多少钱过来 公司稳定以后 我每年都会腾出几个月的时间去全世界旅游 每到一个地方 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 就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 这些年追我的人不少 但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只想多花时间看这世界的美好 我最近一次回京城的时候 得知了陆离在一周前去世的消息 后来我遇到了何荣 她说 你说这陆离吧 家里条件也不错 跟你离婚后 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整天每日每夜的工作 各种酒局 应酬不断 最后年纪轻轻的 突发脑溢血 一个人倒在家里没人知道 就这么走了 何荣叹了一口气 语气里满是遗憾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起 是公司财务发来的微信 家家姐 我前两天查账 你那个不常用的账户上 已经累计转存了200亿 最后一次汇款 是什么时候 十天前 嗯 何荣给我看了她墓碑上的照片 那是我们在芬兰圣诞老人村的时候 我给她拍的 陆离的身后是浩瀚的星空 当时我问她 你说 以后会不会有一颗行星 是用我顾家的名字命名的 她笑容张扬 当然会 因为你男朋友我 会送给你的 十年后的陆离 用自己的命 实现了年少时 那个少年许下的承诺 只是有些过错 永不原谅 就会质